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Lia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的纹身还有鼻丁 那我相信很多人呢,还是对纹身这一块比较感兴趣 那这个视频呢,我就先从纹身开始讲好了 那这个纹身呢,是我去年,2016年大概2月份的时候去纹的 当时去是朋友的店里 其实这个过程我就不详细跟大家讲 我就稍微带一下,就是你去了,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像 怎么样,也不是表格,反正就是上面写他们店里的一些什么 policy啊,反正就是那种,然后说你同不同意啊什么 然后在底下签名,然后还有日期 再加上他会要你的那个ID,就是你的身份证 然后他们去复印一下,复印好了,你就可以开始纹身了 因为我之前就是给了那个纹身是我想要的图案 就是这个,纹身,先去咨询的话 当天可能是没有办法立刻纹的 因为就是说你要跟你的纹身是沟通 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个图案我是事先选好 让我朋友给他,然后给他看一下 他就是说事先会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你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子 那天去的时候他就是让我选了一些字体什么的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这个字体 具体是什么我没有记住,反正我就觉得挺好看的 我就选了这个,然后他就是说会从电脑里印下来 你这个想要的图案 他就会问你想闻到哪里 然后他就量一下,画一下 就开始闻了 我记得具体是这个样子 因为时间有点久了,记不太清楚那些细节 因为我这个纹身是比较小一点的 然后时间的话我记得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非常非常的快 至于痛不痛呢,其实我个人就觉得还好 因为毕竟我纹的这个位子不是很痛的那个地方 我告诉大家如果,因为就是说这种痛不痛的 也是要根据你个人因人而异 每个人他感受疼痛的那个位子啊什么都不太一样 就是说比较痛的位子肯定是骨头比较多的地方 还有神经比较多的地方 像那种比较大腿啊 不是那种血管啊,神经比较多啊什么的 具体你可能要问一下纹身师 毕竟我也不是专业的 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反正我觉得我这个不是很痛 拿一个比方来说的话 如果大家是长过痘痘 并且去美容院亲过痘痘的人都会知道 清痘痘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因为很疼很疼 我每次反正去清痘痘都是这个样子 真的是真不知道那些美容师是怎么下的去手 反正就超级痛 尤其是像下巴这个位子 因为下巴然后还有就是说脸旁边 这地方淋巴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这边如果长痘痘 然后他给你清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痛 那我个人是觉得清痘痘还比较痛 然后这个的话没有那么痛 但毕竟我这个比较小嘛 大家也知道肯定就是说没有那么痛 我觉得最疼的时候就是说 它勾边的时候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因为它旁边是有勾 就是说它那个纹纹这个黑色的 它是有勾一点点白色的边缘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最痛的 但其实别的时候都还好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纹身 我这个纹身它的意义 因为我纹的时候 其实我想纹身想很久 大概是从十八九岁的时候就想纹身 但是一直就没有行动起来 一个是怕疼 还有一个就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好 我到底要纹什么 我就怕自己后悔嘛 因为毕竟纹尸这个东西 是跟自己一辈子的事情 就算你想要去镭射清除的话 也是很难全部都清除掉 而且很疼很疼 比你自己本身就纹身的时候还要疼 所以我就是去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本身心情就是说特别特别不好 然后也经历了一点事情 所以就想去闻这个 闻的是smile 就是英文笑的意思 因为当时心情不是很不好吗 我就想说 以后不管经历什么事情都要很勇敢的面对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 不要就是说让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围绕着你 就算是你很不开心 但是也要很坚强的笑 我当时是这种心情了 就虽然矫情了一点 但是真的那段时间很不开心 我就想说把这个smile纹在身上 然后每当看到它的时候就会觉得 其实那段时间我都挺过来了 那还有什么事情我是挺不过来的呢 所以就把这个当做一个标记印在身上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还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纹身 因为毕竟它代表了那段时期 我自己嘛 然后代表我就说 经历过一段很悲伤很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过来了 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对我来说已经翻篇了 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意思 同学问我就是说你纹身有没有后悔过 我想说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讲了这个纹身的含义嘛 我就觉得我可能这个纹身 我这辈子都不会后悔 因为毕竟是那段时间的记忆 因为我想说不管过去那段时间 那段记忆是好的还是不好 就是说因为它都是我自己的过去嘛 也可以给自己当个警钟以后 就是说再遇到同样的事情 或者是再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可能就是说会选择更聪明的方式去解决 不会再像以前那么笨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是觉得不会后悔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纹身 但只是单纯是觉得好看啊 或者怎么样 我建议大家还是想清楚一点比较好 因为毕竟刚才也说了是一辈子的事情 最好还是纹一点 对自己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在身上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知道很多人担心自己家长啊 什么都接受不了 其实我当时去纹身的时候 我也没有告诉我妈 她是我之后在朋友圈的时候发照片的时候看见的 然后她就立刻打电话过来 她就说你那个纹身是真的还假 是贴上去的还是真去纹了 我说我真去纹了 然后她就说你不怕疼吗 我说不疼还行 然后她说你下次别纹了啊 我说行 因为我妈是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人 她不是特别特别管我这方面的事情 而且在美国嘛 就我妈管我 剩下就别的那个家长什么都不在身边 像我姥姥都在中国嘛 我想说身高好皇帝远也管不太着我 所以我就说这么蒙混过关下去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的家长 不是很能接受纹身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说你纹了之后 你家长看到了 你家长看到了 就会把你痛打一顿 然后就会骂你说什么 我不认你这个女儿或者儿子 你就是说不要再回家了 或者怎么怎么样那种 或者是能把家里人气倒的那种感觉 你还是不要去纹了 最好就是说事先跟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家长沟通一下 你家长心情好的时候 你可以开玩笑那样 就跟家长稍微说一下 哎那我去纹个身怎么样 妈你看这个纹身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看 看你家长的反应 如果他就是坚决就no 就不可以 你不要给我纹身 那我还是劝你再考虑一下 如果你家长就就是还行 就觉得啊哎还挺好看的啊 怎么怎么样的话 你是可以稍微想一下 然后稍微跟自己的父母沟通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会更好一点 对了还有那个护理 护理我忘记说了 因为我这个是比较小嘛 我当时就在他们店里买了一个十块钱的一个 像凡士林一样的东西 但它不是凡士林 因为它质地会比凡士林更硬一点 我觉得如果你不想买店里花钱的话 你可以去那个买凡士林 我觉得是一样的 大概你纹完之后 你就每天都涂在你纹身的地方 我听说有很多人 闻完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就会很痒 然后还有褪皮的现象 因为我这个比较小 然后我也是每天都在涂那个东西 所以说完全没有这种情况 就可能稍微痒一下 我都没有碰它 因为也不是很夸张的那种痒 大概我这个我觉得很快就好了 如果你要是闻很大面积的那种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多问一下你的纹身师 可能就是说不要吃海鲜那种发的东西 然后也不要喝酒 不要吃辣 尽量就是说忌口一点 记得经常涂 不要让它很干 因为很干的话 它可能留色会没有那么好 还有就是说 这个有同学问我要不要去补 我觉得现在我是不用去补的 如果你要是闻的位置 像如果手指这边 因为手指这边是你经常要用的地方 没有洗手啊 干活啊什么的 所以说这种地方其实纹身是不太会建议你闻 但是因为我之前去闻的时候 我就想把这个闻到这边 因为看不太见嘛 然后自己也能看见 别人看不太见 再加上我觉得纹手指侧面这边很好看 他就跟我说 其实你纹手指这边很容易退色 而且退掉的那个颜色并不是很好看 你要经常去补 如果你没时间去补的话 就那个颜色真的不是很好看 而且反而就不太建议我纹这边 所以大家闻之前就是说考虑一下位置 然后要跟你的纹身是沟通一下 就是说它的流色啊 然后褪色那方面怎么补色 你要问清楚一点 那我觉得纹身这一方面我就说的差不多了 也说挺多 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说别的问题需要补充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啊什么的 那现在呢我就跟大家讲鼻丁这件事情 因为鼻丁是我三个月前才闻的 当时去闻的契机是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没有任何想法对于鼻丁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别人闻的话还蛮好看的 但是我自己从来就是没有想要去弄这个东西 我是看我很喜欢的一个YouTuber 他是一个在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一个韩国的YouTuber 他叫Dasha 我觉得他弄了之后我就感觉啊好好看 我就萌生了这种想法 就很心动很心动就想立刻去弄 但是呢因为我当时不是想很想跟我妈讲 因为毕竟就是他也不是不会同意啦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他讲 毕竟这个东西你说很小一个嘛 你摘下来什么其实看不太见 后来但是因为他回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妈我想去弄这个鼻丁 然后他说那你就弄呗我就去弄了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 虽然我是闻过神的人 但是我还是很怕很怕疼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打耳洞的时候我就疼到不行 我就觉得哇去怎么这么疼啊 我真的当时打完我整个脖子都不敢动了 因为实在太痛了 然后我就想 因为我是很心动想要去弄这个鼻丁 但是我也是很怕痛 当时到那边的时候 他就把那些东西都拿出来 都开始准备的时候 我才有意识到 我想说哇完了 我怎么办呢 因为平时大家知道 又是讲到痘痘了 青痘痘你平时去折面青痘的鼻子啊 什么黑头什么 其实真的也很痛 当时就想说 哎呀他那一针扎到我鼻子里 给得多疼呢 我当时心里真的是超级无敌紧张 又很慌 我都想跟他说 哎呀我不弄我不弄了 但是我一看人家都把东西拿出来 都已经prepare在那边弄好了 你知道吗 我想说哎呀行了死就死吧 然后当时我记得他是拿了一个像 一个鼻塞一样的东西 反正我不知道他应该是塑料的 还是反正我不知道什么质地 他就塞到我这个鼻孔里面 他先问你这个位子啊什么的 然后还要问你 这个你是要钉的这一种 还是要那种hoop 就是那种环的 我当时是非常非常想要hoop 因为我很喜欢那种环形的 我感觉那种会比这种更有存在感 然后看起来更加有那种异国风情 反正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跟我说 说你弄hoop的话 是比这种钉难恢复 你弄hoop那种的话 很容易发炎 然后恢复时期又会比这种钉的要久 那我想说既然人家是专业的 我就听人家了吧 我就弄了这种钉的 他就把那个鼻塞一样东西 塞到鼻子这边嘛 他就拿了一个很细小很细小的针 应该是针吧 我没太看清楚 因为当时太紧张害他了 具体他怎么操作 其实我没有看太轻 因为毕竟离很近嘛 但我当时我就感觉到 他拿那个针就刺 然后插进到我鼻子里面 他就直接把那个鼻塞一样的东西 还有那个针直接就带走了 前后不过一两秒钟的事情 然后我当时我就懵了 我说已经好了吗 他说已经好了 我现在把你的鼻塞塞进去就好了 我想说哇好快 而且一点都不疼 真的是 我当时我都惊了 这么快就完了 一点感觉都没有 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相信 你真的要相信我 如果你想要去的话 真的是超级超级不疼的 但是我不知道国内和国外 就是说弄这个的差别 还有就是说每个人 他技术这个方面有没有差异 反正这是我个人经验 我是觉得不疼 但是我之前就是说 在Vlog里面说到这一段的时候 下面有个小伙伴留言 就是说他也去弄了嘛 他说很疼 因为那个人是很慢很慢 就是说把那个针扎到鼻子里面这样 所以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他弄得很快 就大概两秒钟 一点感觉都没有 然后他把那个鼻钉塞进去就好了 他就是用棉签 然后因为有出血嘛 他就是说帮我止血 大概止血 止了呢 有两三分钟嘛 他就是弄一下弄一下 反正我看血出来也挺多 因为当时有流下来 但是真的我觉得不疼 就是只是有流血而已 他就说你可以去药房买那个 当时他记得 我不记得他说什么了 因为我当时还是挺迷糊的 可以在他那边买你护理液 他就是五块钱还挺便宜 我当时就嫌麻烦 又说好 那就在你这里买好了 他就说你要早晚都是用棉签 占那个护理液 然后清外面 然后里面都要清每天两次 然后我说那好 要多长时间 他说你要清四个月 我说啊 就是说如果真的很嫌麻烦 然后经常健忘的小伙伴 我觉得就是说 你要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他清理的时间还蛮长的 因为他说像耳骨 还有鼻子这边是很难很难恢复的 就是说他痊愈的时间会比较久 要四个月 我这个现在是三个月 我觉得我护理他还挺好的 就完全没有什么疼啊 然后没有发炎啊 这一点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可能也是我用的这个钉的关系吧 因为我 就是说你要用手 或者是他说你可以带一个名签上街 然后他说我掉出来的话 你可以把它塞回去 为什么 那岂不是更麻烦 我就是总是会用手把它塞回去 就是这样怼回去你知道吗 就感觉别人看你就感觉好像你是在挖鼻屎一样 真的是非常之尴尬 但没办法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说healing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比较长的 不然你万一出现什么情况 比如说有人撞到你或者怎么样 他这个鼻钉不就飞出去了吗 你又找不着 我想说啊那也是 那就算了吧 就用这个 尤其是你喜欢吃辣哦 你吃辣的时候就会流鼻涕嘛 整个他就是掉下来 真的是 然后前两天我就又去店里 我就跟他说我要换这个piercing 因为他当时怎么跟我说呢 因为我不是一直要用那个hook嘛 就是那个环子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个比较难恢复 你最好是用这种钉的 会比较更好恢复一点 他说这种钉的你可能恢复三个月 但是那个环的你至少要恢复四个月 那我当时又信了 我当时 然后去店里的时候 我跟他说 当时你不是这样说的吗 我说你用这种钉的 就是三个月就好 我现在三个月了 我要换我的piercing 然后他当时真的特别无奈 我就感觉他说 因为他真的是不想给我换 就怕我发言什么 但是我这个人就比较 一根筋吧 就是特别特别喜欢那个hook 我就跟他去要 然后终于是被我要过来了 我就花五块钱买过来了 不过呢虽然我是花五块钱买回来 但是因为听他讲说 我真的会怕发炎 我就想说那我还 就是说先在手里拿着 先在家放着 等我四个月的时候我再换上 因为毕竟我想说发炎嘛也不好 然后我刚刚给大家拿过来这个用的 护理液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就是叫这个 after piercing lotion 当时就是在店里买的也很快钱 这一百毫升才五块钱吧也是 我觉得你当时 你如果要是就是说去弄的时候 应该是都会有卖的 它这个口是这样 就把棉签放在这边 然后倒出来一点这样 然后清外面和里面 是真的是每天早晚都要清 有的时候忘了 就是说都睡不着觉 忘了的话 比如说睡一睡就想说 哎呦我今天晚上好像没弄这个护理液呢 我就立刻要起来 我就去弄这个护理液 因为很怕发炎 还有就是关于化妆这个问题 当时我也问他 我说可不可以化妆 他说可以化妆 但是你最好不要碰到你这个 piercing 但其实我化妆的时候都没有 就是说特意避开它 一开始我敷面膜的时候 就是那种纸张的那种保湿面膜什么的 我有特意避开它 可能避开了大概两三次 不到一个星期吧 我就开始不避开它了 我就直接把它敷在上面 也还行 没有发炎之类的 因为我都有 就是说 敷外面膜我都有用那个护理液去清洁 我觉得这样 你只要注重清洁的话 应该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人给我留言 就是说要不要洗澡 什么卸妆要拿下来 完全不用 就没有 根本没有那么麻烦 卸妆什么 你都照样卸就好 你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用力碰它 或者是就是说 擦脸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是用毛巾擦嘛 有时候可能会刮到 记得一定要小心 不然你刮到 它有可能就是说 一下一个寸劲就把它带出来了 那它如果就是说被你带出来 可能你自己就是比较难塞回去这个样子 大家记得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剩下别的就都没有什么了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下决心弄的话 千万不要怕麻烦 如果你是一个很怕麻烦 又是一个很健忘的人 其实我不是很建议你去弄 如果你要弄了的话 可能没有就是说很好的护理啊什么 可能就会发炎 因为发炎之后还挺疼的 因为我听达莎 她在她的Vlog里面讲说 她是很疼 就一碰就很疼 而且她是有肿 这个样子 大家记得就是说 你要是下决心弄了的话 就一定要护理好它 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下决心去弄像这种鼻钉啊或者纹身啊 我都是不太会后悔的一个人 毕竟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嘛 我都会稍微就是说想一下再弄 因为毕竟是跟你一辈子的东西 像这个的话还好 因为你拿掉 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拿掉 顶多就是像一个质一样那种 就有一个黑点在上面 其实也不太影响 如果你要是不太在意这方面细节的话 然后是去纹身的话 那我就真的很建议你要考虑清楚 因为毕竟纹身这种东西还是不被太 就大部分人接受 尤其是长辈 还有就是说你要想好了你这个纹身 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 还有就是说你会不会后悔 那好啦 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有噪音啊 或者是这个灯光问题 因为实在没办法外面天都已经黑了 那么就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纹身 还有鼻钉的问题想问我呢 然后这个视频没有讲到的话 你可以弹幕或者留言给我 我是都会看到 看到的话我都会回的 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